我先請教老師李正浩 廣州很像當時的武漢嗎 怎麼會美國下令非裔的公民 最近不要前往廣州 那廣州又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奈及利亞的官員 痛罵 痛罵中國的官員 種族歧視 來 廣州出了什麼問題 是 小軍姐 我們今天要狠狠的來打臉譚德賽 第一個打臉是譚德賽 一直說臺灣人種族歧視 我們現在讓大家看看 全世界最種族歧視 他的同胞 非洲地方的國家 就在中國的廣州 中國廣州有大量的黑人 在中國廣州工作 他們工作的原因 不是偷拐搶 搶騙 他們不是沒有正常工作 他們從廣州買大量的衣服 做貿易到非洲 換句話說 有大量的非洲黑人在廣州 促進所謂的當地的經濟 結果我們來看下面的畫面 當地的廣州人 是怎麼對待非洲黑人的 對他們來說 因為有五個奈及利亞人 被發現有疫情 所以他們就開始發生 大規模的排飛事件 小軍縣 你看 這些這麼多的非洲黑人 都在路上無家可歸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飯店 把非洲黑人全部趕出去 家庭 如果租房子常坐 你把他趕出去 趕出去後面有公安在那邊押陣 為什麼要押陣 因為公安不准這些非洲黑人群聚 所以公安就是對於非洲黑人來說 你就給我走 非洲黑人他們在 他們在推特上爆料是說 他不知道要走到哪裡 可是他沒有辦法停下來 他甚至沒有辦法站在路邊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站在路邊 你看 後面就有公安拿著棍棒 還有盾牌把他們趕走 所以這是現在廣州 歧視黑人的畫面 我們再看下個段畫面 下段畫面也是非洲黑人 在路上走 我要談的是 我們台灣過去有發生 所謂的移工 藍衣對不對 我們有歧視移工嗎 我們有要求移工 不准住在飯店嗎 我們有到原本就是顧移工的 把他們全部趕在街上嗎 台灣完全沒有做 可是對於廣東來說 現在他們境外一路是一百一十一例 非洲人佔幾例 五例 英國人佔幾例 二十八例 美國人佔幾例 十八例 有沒有廣東去把英國人趕出去 有沒有廣東去把美國人趕出去 沒有 他們這次血淋淋的 去歧視這個有色人種 如果譚德塞 你如果要談我們談台灣歧視話 請你先指控你的宗祖國 你的中國正在歧視你的同胞 晚上的狀況更慘 晚上的地方無家可歸對不對 大家全部蹲在路邊睡覺 這就叫做參風露宿 你看晚上每一個黑人沒有地方去 這東西真的跟遊民沒兩樣 然後他們就蹲在路邊 蹲在路邊 然後怎麼樣 就這樣 互相依偎地過著一夜 所以對於現在在廣州的黑人來說 他們是沒有辦法 第一個在白天的時候 沒有辦法群聚的 只能不斷地走 不斷走 不斷走 晚上的時候是沒有地方住的 再來我們看這個是抓黑人的畫面 他只是在路邊走一走 走一走就被公安抓起來 為什麼 因為公安懷疑 你看他後面還有個同胞是怎麼樣 被壓制在地上的 這個黑人只是被懷疑說 你可能是有所謂的病 所以廣東黑人就去壓他 所以在地上 地上這邊 我們看還有一個同胞 被壓在這邊 這邊 被壓在這邊 所以整件事情 他對他們來說 對待黑人是非常非常不人道 甚至他們想要吃個飯 比如去吃飯 麥當勞都不准 我們看一下 這是麥當勞畫面 他這邊寫一個 不准黑人 不准 不准 他說我們不准黑人 進入這個飯店 這飯店是什麼 我們繼續往下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就是一個廣州的麥當勞 所以對於黑人來說 我走走走 我極限肚子餓了 我都沒有辦法進去餐廳 因為廣州有非常非常多餐廳 貼出像剛剛那個通告說 你只要是黑人 有這種不准進到我們這個餐廳 再來對於廣州 對於非洲黑人來說 我當然非常生氣 我們看下個畫面 你看甚至有黑人的護照 直接被中國防疫人員收走 而且是沒收 根據國際法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執法單位 可以去沒收黑人的護照 可是這件事情 也在中國血淋發生 我們看下個畫面 下個畫面是 奈吉利亞的國會議長 這國會議長他生氣了 他馬上把中國駐奈吉利亞的大使 叫過來叫到辦公室 而且痛罵 他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歧視我們國家的人 甚至我們看畫面 你看他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看這個中國人多卑躬屈膝 這個大使多卑躬屈膝 事後他還解釋說 他不是在道歉 他只是在看畫面 可是整個畫面 他只是在看手機 看手機 可是問題是 他這個像是 我們印象中的中國人嗎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樣的歧視 已經引起國際的公分 這是血淋淋的歧視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美國通告廣州當地的黑人 就是美裔非洲人 請你趕快回來 為什麼 因為當地已經發生大規模的歧視 你如果繼續待在那邊 你會有人身不安全的可能 所以美國現在希望 他們駐美國的黑人在廣州 趕快撤僑 謝謝你 謝謝你